香港人來的 我要看你一個 哦是嗎? 哦Hello 現在要排三小時 我知以東京生活情況就是 看到我身後面這個市場前的車站 就知道我來到這個新的魚市場 簡稱所謂的新築地 但這裡不是築地 這裡是豐州 怎樣可以來到這個魚市場 主要都是兩個方法 要不可以巴士 要不可以乘坐無人駕駛 海鷗號因為無人駕駛 如果想拍到好的景 記住去到Car 1 海鷗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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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是第一次來 有什麼看 等一會給大家看看 大家都應該已經知道了 這個市場是早開早生的 朝午晚午 不要太遲來了 記住 左邊是蔬果 右邊是水產 第一件事 當然要去水產 第一件事 老妹呢 現在是早上的10時半 當然不是很早 剛才說過 開5時 可以進來 還蠻嚴重的 店鋪應該全部都營業 不過 全部看不到龍尾 我們可以去看一看 大家都很喜歡去的壽司大 剛剛壽司大的職員 就大大聲說 現在要排3小時 Sorry 太餓了 撤退 壽司以外 還有一些不關事 例如印度咖喱 那些店舖 OK 沒什麼隊伍 但也有人 吉野家 是不用等位的 但 我不想吃 排著都進來 拿這個就可以了 不用錢 什麼都不用 進去這個水產 魚賣場洞 你可以看到一般人 進不去的 真正魚市場 然後可以看到 春夏秋冬 四季的魚類品種 再上一上這個扶手電梯 就可以看到很多 不同的雜貨攤檔 買不同類別的產品 記不記得後面這間院務 之前我捉地的影片 是拍過的 這間院務 其實沒有什麼東西吃的 賣的光貨也不太關於遊客 快速速打個圈 就可以了 得不到東西吃 我們現在決定去逛逛的位置 我身後面就是一個水產魚賣場的建學中心 一進去就會看到吞拿魚的模型 因為吞拿魚的產量是最多的 主要都是看魚怎麼買賣 你可以看到Auction Beat的手勢 你可以知道它的時間上的運作 可以給大家看一些關於魚市場的知識 這個位置都有餐廳 但是也是那句 就是排到世界盡頭 我之前捉地吃的那間Auction Beat 在這裡都有分店 但是我之前吃是訂了胃箭 不用排隊的 下午1點去吃的時候 這裡排隊 Hello 這是港人來的 在你這個 是嗎 Hello 做到觀眾了 算了吧 今天不吃了 如果說人籠的話 這邊稍微短一點點 但是還是有排排 這邊比較開陽 那邊比較黑 找機會遲些才來吃 不行 我不是一個排隊人 我們去看看梳果的市場報 沒有了 梳果市場這邊的Observity 看上去是開陽很多的 比魚市場那邊開陽很多 而且是沒什麼味道的 魚市場那邊有些位置會有海水味 還是壽司味 不過是香的 可能肚餓了 聞下去是立刻想吃壽司的感覺 這邊就沒什麼味道 而且它好像是分開數字 不同類別的排 非常之有名的大和壽司 就是在梳果建學的位置的下面 但是呢 又是排隊排到 剛才壽司帶的那邊 那個人籠差不多 這邊還要曬 今天不吃了 今天主要是遊覽風舟市場 什麼都沒吃到的 下次有機會我必定會上市 但是真的太多 是每一檔都多人的 壽司以外的那些 就會比較少人 那壽司以外的那些 不需要來這裡吃 對不對 現在我們決定去 封州近一點 吃我們的午餐 因為如果這裡排得來的話 真的 整天不用吃了 好啦 我今天的分享 就來到這裡這麼多 如果你們喜歡這條影片 就記得給個like 和分享給你的朋友看 想看到我更多 不同的學衡玩樂情報 就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記得按個小鈴鐺 就可以看到我最喜歡的影片 或者直播通知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Bye Bye